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诸佛正法众众尊 直至菩提我皈依 我已所行四等善 为力众生愿成佛 今天我想说我们也是主要的是在复习一些 跟我们上次来讲 第二方面也是让我自己 可以熟悉一些的这一段的文字 因为大家有看到我们这一段的 有关禅定的文字 特别是禅定的资分的时候 它的文字会比较复杂 或者有一些比较新的名词 但我想说我们上次有略略略略略略略的 来讲一遍 可是我们会再复习一遍 我们会再复习一遍来 来记住和大家慢慢来讲 和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到 介绍完资分 介绍完所缘 等这个之后呢 就准备要进入是什么 就准备要进入到是 事无量新了嘛 我就开始 上次我们 这边不是来讲说 我们这边有分 屈辱家型 屈辱家型 这边不是有所谓的 九个家型 再来讲的时候呢 和大家说 别的屈辱 我们是不是在前也好 在后面也好 会 已经都介绍过了 和我们这边 别别别别 要分出来是什么 是分出了所谓的 四肠八定跟 事无量新嘛 所以我们从 我们从 是不是盔甲 盔甲加 应该说盔甲加型 屈辱家型 这两个来讲的话 我们是从 屈辱家型里面的九个分类 九个分类里面的 在介绍 所谓的 我们这边的 四肠跟八定 还有我们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是不是介绍了 禅定 和禅定的部分 我们是介绍了 禁分 跟 振兴 大家 应该慢慢看到 学习的时候 不管是 你看我们在于 普道次第广论也好 线外中观论也好 以后中观也好 这个四肠八定都是我们说什么 我们共同的工具 大家都会 用得到 都会 利用到 我这次 在那边他们就有很多问题 他说 那我们一般来讲 那不是说 中观 跟一鸣就 为什么一定要学线 我还碰到有人说 宪官来讲 我常常 那时候跟大家解释说 宪官以及特别这边 四肠八定是什么的话呢 如果只有中观 如果只有英明的话 变成是什么事 中观他主轴 是放在什么事 放在是在于 一个见解 他的身见 他的这个道理 他的这个究竟的见解 探视的来讲 等于说 我们用 我举一个 一个批语来讲的话 等于说什么 在我们现在的科学家看 他是 很深入的 很透彻的去了解了 这个道理 他 深入跟透彻去了解 这个的工具 或者他的 理责 他的施责 是什么呢 我们是用英明 但是要把这个的理责 而这个身见 付出于行为 付出于实际的动作 付出于实际的在行持什么呢 如果没有宪官的这个来 来配合的话呢 那只是一个究竟的见解 跟一个他的 礼录了 他是配合的什么 他是配合 修行的次第 等于说 宪官 是什么 是也是 中大师在普特奥次第广论说什么 所有的 这一边 普特奥次第广论所依循的 或者所要解释什么 就是依着宪官专言论 是不是最 在开始的 普特奥次第广论 最前面他就说嘛 我们这个根本的经书是依循的 是什么是 道具论 而道具论他是解释 或者依循的是什么 他是要解释 宪官 而宪官 他是要诠释 或者要整理的是什么是 波尔经 从这个地方来讲 和波尔经的 我们是不是 常常讲的 波尔的 显义 跟波尔的 隐义当中的是 在波尔的显义 上面的 讲什么呢 讲 现观次第吗 是不是 不是 我们说 显义是空性的次第吗 和隐义是 现观的次第吗 是不是 因为我们看 对不起 我们在 波尔经当中 大家应该常常看到的是什么 他说无什么 没有什么 遮什么 是在字面上 字面上清楚的就在讲什么 大部分都在讲 空性的道理 隐约或者他要带着 或他骑着是什么呢 是现观而修行的这个次第 而在做行的 好 那所以 我们大概 知道这边来讲的话 我们未来这两个月的 行程到这边来讲的话 我想是说什么 那我们至少 至少在12月 之前的话呢 我们是可以把什么 我们至少把 438定 跟事无量新的这个地方 先上到一个段落的时候呢 那我们说 我们说 后面不是在 在加行的这个部分来讲 我们刚刚讲的有所谓的 盔甲阵型 屈辱阵型 还有什么 我们有资粮阵型跟 出离 这二者的话呢 我们会什么 我们到 我回来 之后我们再跟大家介绍 如果当然 前面可以介绍到是 最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至少要 跟大家介绍到 什么是事无量新的 特别 大家可能 有 以前 我们讲的说什么 常常在念诵什么 愿一切众生 俱乐即乐音 离苦即苦音 等等来讲 这个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在于 归一 发心之后而生起的 事无量新 那 事无量新到底是什么 跟 后面会有什么呢 这边福智大师会做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例如我举一个例子来讲的话 我们从最基本来讲说从 悲心 悲无量 大悲心 有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呢 这都会在我们在什么 我们在 后面的 事无量新这边来做何区分呢 那到底什么叫做 悲无量 什么叫做大悲 什么叫做大慈 什么叫做慈无量 或哪里什么叫做慈心 这1111都会提到 就特别我们在 特别会介绍到什么就是 我们常常讲的 慈 悲 喜 舍 这为事无量新的时候呢 那到底什么叫做这个 慈悲喜舍 怎么样去修 怎么样我们在念诵说 那我运气众生 俱乐及乐 音的时候呢 他内心的要代表是什么 特别是什么是 大家常常有人要问我们说 那我们在念课诵的时候啊 课诵重不重 课诵非常重要 念诵 可是 念经 做课诵的重点不是在什么 在说我送过去了 他 重点是什么是 我们在刚刚像那样 刚刚说 愿意欠众生 俱乐及乐音的 他重点是什么呢 我们不管是用什么文字啊 会乃至用什么样的方法 你用唱诵的也好 用念诵的也好 用看的也好 用磕的也好 总之自己可以说什么呢 把这一段的 道理 把这一段的发心 这一段的修行 这一段的意识在内心可以慢慢慢慢去思维 慢慢慢慢去串洗 这才是重要的嘛 所以 我们 可能 大家比我好 我记得小时候 在念这个愿意之重生 这一段呢 就只是觉得说是被诵而已啊 而是到慢慢慢慢看了经书 有一点学习 才觉得说 客送是重要的 以前 年轻的时候觉得客送是什么 是觉得客送越短越好 只要想办法可以说 可以说则说嘛 可以减则减 觉得他是浪费时间的时候 那到最后才是什么事 那客送是什么事 客送也好 我们念经也好 我们看经书也好 是什么 他的 意识 念诵 做法是什么事 把我们在学习的 我们长时间在学习 在阅读的东西 他把他 透由这个文字 透由嘴巴说 说什么 是不是我们常常 在外面讲说什么死法型嘛 这种不管的死法型里面的任何一个 是什么是让内心当中可以不断不断的 生起来 不断的依循 他为什么 是 先由 事无量心 在讲 先讲 四三八定 再讲四无量心的时候呢 因为 事无量心是依着 四三八定生起来的缘故 这是他的 跟 与众不同 或比较特别是什么是 事无量心 一定是依着 四三八定 才会 有的缘故 所以才会是 先讲了 四三八定 再依循着 事无量心 还有一个 我们还没再继续复习的这种 重点是什么是 我们 很重要很重要是什么是 大家所谓的 修 跟 实际正德是差的很多 很多人说 那我现在还没有 如果我说 如果还没有生起 四三八定 我就不能修 事无量心吗 不是这样子 如果 如果 我刚刚讲了吗 要生起的次第是什么是 先生起 四三八定 再生起 事无量心 生起的次第是 如此 但是在修的时候呢 没有说 我一定要先生起 自三八定 再 才可以修持 事无量心 应该是什么 我从现在就开始要修持了 现在才开始要串息 也一样 我们回到我们自己一般的修行 一般生起的刺激在我们内心 当然是什么是 先有出离心 才会有 菩提心 可是不是叫大家说什么是 我还没有生起 出离心之前 我不修 或者我不应该修 菩提心 反而是什么是 越 需要 生起 出离心 我们这个 共中世道的时候呢 应该更为目标在什么 在说我是因为我要为了要修持 菩提心的时候 所以我要快速的去修持 出离心 乃至说什么我们 希求后世的安乐 等等等等这些所谓的共下世道 共中世道的心事 都不断的不断的需要去修持 所以这个修行跟 升起的刺激 不是等于说好像 我前前者 升起来之后 我后后者才修嘛 是不是你看我们 我举一个例子 你看我们在做研究 我们在做 简则的时候 不是说 或者说你看我们说 我们 例如说我们说我要做未来计划要去买房子 当然知道说需要赚到某一些钱才可以买到 房子嘛 是没有钱 怎么去买到房子 可是他不是说你做计划的时候 不是说我先赚钱 我在计划我要买房子 是不是 一边在 也努力的在赚钱 也计划怎么赚钱 也一并在讲说什么 我当我这个有了之后 我未来要怎么 怎么买房子也好 盖房子也好 我怎么投资也好 怎么等等的话 是这样子一样 那我们修行也是如此 他不是说 我先把前面的要升起到某一个程度才可以 我先把什么 先把 下世道也好 中世道也好 全部在我内心当中升起来之后 我再去修 菩提心的 那不是 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什么 我因为 我了解了 前面 我在内心当中不断的不断从 顺其是地的在 在内心当中慢慢一一一一升起的时候呢 我的目标是放在 更后面的 从 乃至是 希求卸脱 希求菩提 升起出离心 升起菩提心 乃至这边的升起四禅八定 等等 可是 因为越学到后面说 我需要这些四禅八定 我需要这种出离心 我需要升起菩提心 可是 这一些的 正量是 在这个时候 我需要更需要在前面的 升起 一一升起的次第是我在前面的时候 所以 钟大师他常常在他的经书里面说什么事 那 在前面的时候呢 他把他的 目标 放到是 更长远更广大的目标 我们放到在 要成佛 那 越学到后面的时候呢 也 越觉得什么 前面的这个基础是 更为重要 不断不断在内心 升起 他说什么 我们是不是常常那时候在讲 线外来讲的 他说什么 他 分下去的是 广的时候像八万四千一样 可是他 一做一拉起来的时候 好像 可以把所有的修行在这一做可以把它 一并的拉起来 好像 那时候 在经书他举的例子是什么 所有的绳子 绑在一起的时候 你看这个绳子一发下去可以 遍布在所有的 面向 可是 一把它抓起来从这 一中间一根一拉 全部都这个 道具力要可以这样拉起来的 是 一样的话 这是我们慢慢应该在 修学 或思维 现观的时候会有一个慢慢的这种的 体会 或者 认知 或者学习来讲也好 我想说因为我们是 过了蛮长一段的时间才 重新 上课的时候 应该第一堂课应该大家不会有什么太多的 问题 我们 就是以先为 今天来讲是从 复习 为 主 如果可以上到一点点的新的话 我们再上 一点点新 可是我们 首先首先是以 复习为 为 主 看大家 复习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上次 来 上到的话 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我们是不是要 禁分跟 正行 看这个禁分是什么在于 禅定 跟 无色 定当中 都有的吗 只有什么呢 只有我们的 欲界的心是没有 禁分 没有正行 现在大家要记住 我们说 禅定的心 跟禅定的定 又不太一样 对不对 我们所谓的 禅定 跟 禅心 无色心 跟无色定又不太一样了吗 对不对 我们说 大家以前可以觉得说 好像禅心 在上界的心 一定是善的 不一定是善的 我们是不是上次 跟大家略有讲说什么 有 出残天 所设持的 烦恼吗 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来讲的话 为什么会有 染污的 阵型 是不是就是什么 是不是他在 在那个时候 我们所谓的 禁退分的时候 一直禁退分 而他 衰灭之后 他是不是生起了一个染污的阵型 他那个染污的阵型 是不是就是被什么 被他 乃至是下地也好 或者是同地的烦恼 而感到染污的 这个心事呢 我们叫什么 我们是不是叫做 染污的阵型吗 所以这代表说什么 这代表说 在 禅天 以及 禅心 所设持住的东西 也有烦恼吗 也有他的贪 也有他的无名 也有他的慢 呃 等等的时候 也有他的 以 等等等等 这些是不是都 都有的时候来讲的时候呢 那我们讲到的是什么 我们在 禁分 跟 阵型的时候呢 我们上次是不是有讲说 等于获得禁分 跟获得什么是一样 获得禁分 跟获得 什么他是一样 初次 获得 奢摩他 就是在什么 就是在获得 禁分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 有 奢摩他就一定是停留在禁分的状况 是什么 是 什么是为 获得 奢摩他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他到禁分了 前面有没有定呢 前面都有定了 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从 内住 续住 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才开始有定了 定是什么 我们是 大家 如果有略略记住到我们上次讲到 定分的 那个支分的时候他是不是讲定是什么是 使自己的内心可以 专注 一致于 一静的那个的心所呢 我们为叫做定嘛 所以 以 内住也好 从续住开始也好 他是不是就有这个功能呢 内住可能是几刹那几秒而已 他有那种可以让内心去 安住于一静了嘛 所以才会叫 内住了 从 这个定 有一个起步 有个起点 还是以什么为他的助手呢 是不是就是我们所谓的 正知跟 正念嘛 是不是在 支分的这个时候 他最主要最主要的要分的是什么 就是这三个 有没有三个 三个支分嘛 我们上次讲了 一个 对峙的支分 一个 安住的支分嘛 一个什么 跟利益的支分 所以我们刚刚讲了 他从安住啊 从这种的对峙是什么呢 不是 在于 禅定净分 禅定阵型才升起来 是从什么 是从一开始 想要修持的时候 从 迈出第一步的内住 那时候开始呢 对峙的支分 安住的支分 跟利益的支分 就开始 一一一一 只是有多跟少 有多跟少嘛 那时候 的定 可能 没有多 没有太多 你看是不是 所谓的内住就是这个嘛 散乱的成分多 安住的成分 少的时候 是不是他的定的成分少了 他的 跑掉的成分多 他 这个要可以让他对峙是什么 是从 正知跟 正念嘛 正知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智慧啊 所以 也是一样 大家 今天有如果了解到 我们所谓的 定 不一定是要到完全像什么他一样的这个定来讲 一样的 会 智慧 也不一定是要到这样子的那个最高的才叫做会 我们从 哪里开始就有会呢 在 正知的那一个修行的时候呢 会就有了 就是在简责嘛 所谓的会是什么 他在简责 简责什么 我的内心有没有跑掉 我的安住有没有做掉 我 我 我抓住的那个静 有没有了解到 这个是什么 这是会的工作了 而 正念也是什么呢 就是我那个意念嘛 念头 那种 回忆或者意念来讲的什么 我有没有抓住那个静 有没有跑掉 有没有实际关注的时候呢 从在这个第一步 要去修行的第一步 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说 一般 一个修行人 或者一个于歇士 他想要 修行的 或想要做的 最好的驻班是什么呢 就是正知跟正念 应该是说什么 如果没有正知跟正念呢 就没有修行了吧 如果修行的话呢 他必须要是依靠他的这些的 内心的这个正知跟正念 而再去 所做的修行 好 那 到晉分的时候 我们 是不是有介绍 许许多多了 从 以前说什么 从有肉跟 无肉的晉分嘛 那 主要有肉跟 无肉的晉分的 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上次有绿绿讲到 有肉的晉分的意思是什么 他是为了要获得 什么 为了在轮回当中获得 可以生在轮回当中 而去修的晉分嘛 这个在什么呢 举什么例子 我们是说什么 晉分 这种有肉的晉分状况是什么呢 是等于是在什么 是在 累积 可以 生在 上界的 业的这个阶段 也是这样的缘故 我们说 他慢慢了解经书或者 来了解的时候呢 要累积在生在上界的 色界跟无色界的业 不是我们这种随随便便的那种说 我去什么 好像不是几块钱啊 或者说我做什么善事啊 这就是什么说你累积在生在色界的业 那个 这个没有办法累积 生在色界或者无色界的业啊 要累积 生在 色界跟无色界的业的话呢 必须要有什么 必须要有什么 一定要有晉分才可以累积到 生在上界的业啊 要生在色界天 跟无色界天 所以 来讲的话 有从一部分来讲 容易也容易 可是困难也 也从另外一讲 它也有很多困难 是什么 一定要有生磨它 才有办法累积到 所以 有漏的 净分 它的作用也好 它所做的等于是在什么呢 它是在于 累积 可以 生在 上界 轮回的业 这上界轮回就代表是什么是 色界跟 无色界了 而 所谓的 无漏的 净分是什么呢 它就不是这个嘛 无漏的净分是什么是为了要 对峙烦恼 为了获得 卸脱 而依循的这个净分的话 我们叫什么呢 我们叫 无漏的净分 这才叫做所谓的 无漏的净分在于 羞耻的 那 上次我们是不是从 从什么呢 从 我们 之前 在介绍它的这些名词 我们是不是 有略略讲的说 出禅定的时候 一直到什么 到于 由 飞翔 飞飞翔天的 这边来讲的话我们 是所谓的 了象 圣洁 远离 舍乐 观察 夹行究竟 跟 夹行究竟的 果嘛 这七个来讲的话 我们说什么 就像说 七英果教授 我们不是说有 六英 一果的一样 这边也是什么 是以 净分是以 六英 六加行 一阵型吗 或者 六净分 一阵型吗 在 从什么 从了象 一直到加行究竟为止的话 这边都是什么 这边都是净分的 和 这些的净分 如果是净分 是不是一定是这六个心中的 我们是不是说什么 我们就不一定是这六个嘛 最前面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所谓的 出修业者嘛 出修业者 是在这个上面 所以因为有出修业者 出修业者也才可以有什么 有 有漏 无漏 这个是什么 我们 以前是不是也跟大家讲说 这个 有另外一个在藏文用什么 就是 叫无所不能的嘛 他想要走有漏 他也可以走有漏 想要依靠他走无漏 也可以依靠无漏 当然 当然 我们是什么 不是一个心事是 又是有漏又是无漏 但不是这个意思喔 是 不是说一个心事 又可以是无漏 又可以是有漏 没有这个东西了 那相为嘛 有漏跟无漏就是相为了 怎么可能会 一个心事是 又是有漏 又是无漏 那不是这个意思 那什么 出修业者 可以作为有漏 为什么他叫我说 无所不能呢 因为什么 只有 这个经分 如果什么 如果想要让他 去到 有漏的地方呢 他可以把它变成 走入有漏的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如果他要讲说无漏的话呢 他可以也变成无漏了 就等于说什么 我们说 这个东西本身 你说他是有漏还是无漏的话 他是随 差别 随着修持而才会 变得 那你从 了相 一直到家行 究竟的是什么呢 这六者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漏的 一定是有漏的 这个从 了相 一直到家行的 这个六个禁分当中 没有一个不是 有漏的 这都是为了什么 这都是为了 暂时 对峙 下界的 粗分的 烦恼 而累积 上面的 叶而去修持的 我们才会有了相 一直到家行究竟 那如果这个了解的话呢 我们在后面的 不管是 二禪天 三禪天 四禪天 一直到 飞翔 飞翔天 都是一样的 那 因为我现在 我们就 大家如果做一点复习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说当然 在这边有 匹婆沙中的说法跟 来讲 如果说 匹婆沙中 是让大家了解 我们现在目前 主要是什么 我们是 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我们说 我们主要是依着 世贤大师 依着 中关秩序的 县官的这种 次第而来 秀持吗 以及 以主要 依着中关秩序派 所对的 见解 为在下手 大家知道 县官这边的话 就是以中关 秩序的为 主要的话呢 那 依着这个而升起的话 我们会 有什么 比较不一样的时候呢 那我们 这一边 他说什么的话呢 他说 那这边的 感受 我们以前是不是有 有说过 说什么 说 以 匹婆沙中的说法来讲的话 说有一个 禁分的家行 究竟国嘛 他有说 有禁分的家行 旧经国 以及 也有正行的家行 旧经国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不是说 以正行当中的 兽的话呢 一定是 勒兽嘛 他认为说 在这个时候的 正行的时候 他的兽是什么 是 勒兽 以出禅 二禅 三禅来讲的话呢 正行的兽是以 勒兽来讲的话呢 那以什么 以利根的人 以利根的人呢 在对峙下界烦恼的时候呢 他马上就可以说什么呢 他马上就升起了勒兽 马上就变成正行了 所以他这个 家行旧经国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 正行的家行旧经国 可是在 顿根的人来讲的话呢 什么 他因为 没有办法 马上 升起勒兽的缘故 他这边还有什么 有一个 如果 在于说什么呢 在于 已经对峙了 所有一切的 欲界的 粗分的烦恼的时候 但最后 他这个兽 没有办法升起 是勒兽的话呢 那时候的 所谓的 家行旧经国 还是什么 还是禁分 这是以匹婆杀中的说法来讲 有这样子 那以我们 所以他到最后来讲说什么呢 他说 在以前三个禅天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都可以分什么呢 都可以分为 有 净分的 家行旧经国 也有所谓的 正行的 家行旧经国 在于四禅天 就什么呢 就没有 净分的家行旧经国 为什么 你看我们 是不是有学到一点点的 支分来讲 是不是在四禅天的 受是什么 是 舍受了吗 对不对 他就没有 没有需要再 再 变成是 勒兽 的缘故的时候呢 他就说什么 在以四禅天的 禁分 变成到正行的时候呢 就没有所谓的 禁分的家行旧经国了 从 禁分的家行 旧经这边呢 当他 对峙掉了 所有一切出分的 欲接的烦恼的时候呢 在一四禅天的话呢 他就马上 一定的就是变成什么 在 获得家行旧经国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等于获得正行了 那 以我们 秩序派 上部来讲 就不是这个看法了 什么就是如果 凡事 是 家行旧经国这个阶段来讲的话 一定什么 就一定是正行了 不管 你那个兽是什么样的一个兽 只要是 在家行 旧经国 你已经对峙掉了这个 所有一切的 欲界的烦恼 已经压制掉了这个时候呢 什么 那时候的 禅定 正行 就会在内心当中生起来了 没有 不可能 不可能什么 我们在 以这边来讲就是 跟匹伯沙中不一样是什么事 匹伯沙中有说有一个 家行旧经国是 净分的 在与 秩序派 以上 来讲的话 什么 不可能有任何的 家行旧经国又是净分的 这个东西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如果是 家行旧经国的话呢 这就等于说什么就是所谓的 阵型 好 那到 到于阵型的时候呢 大家 如果 没有忘记的话 我们说 有两种阵型嘛 是不是也有所谓的 禅定阵型 有无色阵型嘛 禅定阵型 跟无色阵型的 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讲的 是不是说什么 禅定是什么 是他在与 支分 跟 所缘 二者当中是以 支分 的角度 而超越 下地的 而属于是 上界的 这样一个 善的心事来讲的话 我们是不是说什么 这叫 禅定了吗 或者禅定阵型 应该叫 比较 我用比较精准的词汇来讲的话 以后 大家也知道 我们说所谓的禅定是什么 是禅定可以分为说是以 禅分也有 阵型也有嘛 这都属于是 禅定 为什么 他是 禅天所 摄持住的定嘛 也是 知道说 禅定是从 什么时候开始申请呢 就是有莫获得摄莫他啦 所以我们 最容易最容易说 什么叫做禅定 这个真正的禅定 不是 是不是我们跟大家讲 不是说 我冥想 坐在那边 你可以坐多久 我这次还有些人碰到 这次有些人会说 禅定 要升起 是不是一定要盘腿啊 好像就变得这个很重要 那单盘也好 双盘也好 或者我是不是坐得多值啊 或者我能不能 我能不能靠背啊 这样子 我说 你只要不要打瞌睡啊 你可以思维 你要 躺着也好 你要睡着也好 你要走着也好 你要去洗衣服啊 你要去洗澡也好啊 这个没有分你 修持的 差别 当然 最 容易 或者是什么是 我们安住在于一个 安静的地方啦 因为初学者这个是 比较容易来 冥想 比较容易来安住 自新的 可是你说 那我没有办法盘腿 或乃至我盘腿不舒服 或我膝盖不好 等等我没办法盘腿的话 我说 这个反而 根本不重要 你纵使你把你腿 按在那边来讲的话呢 你整座你在想说我腿好酸喔 或者我哪里不舒服 我膝盖不舒服的话 你可以有禅定我才不相信 禅定是什么 是跟我们刚刚讲的嘛 是透由 刚刚讲的 久住心 升起 奢魔他的那一刻什么呢 那就叫禅定啊 你要怎么样升起方法 你要怎么做 怎么占 来讲 这是辅助的而已 主要是什么 是内心当中的这个思维啊 内心当中的这个思维 这才是 在修行 禅定的当中来讲 所以你看说有些人 我这样子做 我背很不舒服啊 或者像你看我们这边 是不是在中心也是这样 我说 因为 空间的缘故 如果可以做在 普团算 最好 如果不行 做椅子上 也没差啊 只要说什么 可以 听得 清楚 有办法思维 这跟我们 思维或者 修持来讲 一点差别都没有嘛 它是什么呢 如果有这个辅助的话 它比较容易 集中精神 它只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我是不是也跟大家讲说 我们 在修持 禅定的时候 去思维的时候呢 最好我不知道大家啦 可是像我们在经书也好 在按照经验也好 或者像我个人来讲 也好的时候呢 你看我们去思维的时候 或去 冥想的时候 最好是什么是 不要闭眼睛 大部分 开始闭眼睛的时候呢 那就是正知跟 正念开始变弱的开始 因为 因为 因为是什么是 大部分 或者说 不要说大部分 我们人 像我这样子的话呢 如果你闭眼睛的时候 刚开始会以为是说 我比较容易 专注也好 比较容易 冥想也好 可是那实际是什么是 是什么是把 昏尘 把自己的正知跟正念 松懈为 认为叫做 叫产丁 松懈为认为我在修禅 所以 刚开始 它最主要 什么呢 当然我们不是这样 真的眼睛大大的 这样子也不是这样子 可是是什么 就是让大家眼睛可以放轻松 只要有一个舒适的 这样子来去看 而慢慢去 使从内心 从外在的源道 而从 反观于 内心的时候呢 那是什么呢 那是修持 餐厅的最开始 就是我上次跟大家讲 我说 如果大家跟我以前一样 你看 我们坐在椅子上 这样慢慢 以为自己在 好像在观想 或在思维 它这样子 它开始会打瞌睡 会导致到打瞌睡的话呢 那就代表说 这个根本不是在 走向正确的 冥想的 或者修禅的 这个势力 这是什么呢 这变成是 在走入是 我们在修 或者在串息 是什么 是昏沉 它 应该是 我们 越有精神 像什么 有些 我举 很常常举的那个例子 你看我最近才听到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说 他 最近在什么 在看连续剧 花了有一个什么 150多个小时的连续剧 他要用两天把它看完的那样子 我说 那他用两倍速度三倍速度 那我不分 作业来讲 我说如果有这样子专注的 可以去 修禅定的话 禅定功夫大概就是像这样子了 可以 我说我们打电话给你 怎么都不切了 我太专注于 连续剧当中 连那个 手机在响啊 或者人家在敲门都没有 是 这样子的程度 是不是 你看他不是那种 专注力少了吗 他是因为内心专注于一个的 连续剧的这个当中当中 他是很很明 有感受 有观察 有在听闻 这个等等等等来讲的话 可是是不是对外在的那种 所谓的 吃啊 睡啊 喝啊 乃至起来上厕所啊 或者人家叫你是不是都那种好像 视而不见 听而不闻 没有任何的感觉的那种来讲的话呢 那种 刚开始 如果是正确的去修持 定的时候呢 他应该是像 有点像 有 不是这样 可是有点像 类似这样子 他不是像我们 有好像说 我一定要 冥想 一定要做 你看我 我们再回去刚刚的例子 你看我说 你看连续剧的姿势 谁管你用什么姿势看啊 你要用坐的也好 用盘腿也好 用翘的二郎腿也好 躺下去看也好 你总之你要怎么样 都可以你只要专注就好了嘛 那 定来讲的话也是如此的去修持 那在定的时候我们说 以 禅定的时候 我们为什么刚刚讲说以 之分跟 所缘来讲 因为 世禅天的每一层每一层是不是 他的之分都不一样 从 初禅 到二禅 到三禅 到四禅 他的之分都不一样了 那 到于无色戒的时候 我们上次也有略略提到 大家如果 关键喔 这个是什么是 无色戒的时候 有没有之分呢 什么 他有之分 那 无色戒虽然有之分 可是我为什么不会说他叫 由之分之门而超越下界呢 因为什么 在于 无色戒的 四层来讲的话呢 每一层的之分都是一模一样了 他就是总设在于什么 就是 对质的之分 利益的之分 跟安住的之分 他就只有这三个 所以因为他没有差距 没有差别的时候呢 我们会说什么 他不是由 知分之门而超越下界 他是什么 他是用 所缘 所缘之门 我们说 所缘之门这个意思是什么 是从 所缘这个角度 或从 知分这个角度 而他超越了下界 那在于 禅天的之分来讲 这我们回到我们上次来讲的话呢 那当然 讲到禅定阵型的时候呢 我们 上次是不是也略略跟大家讲到的说什么 以 如果 初禅天的 阵型 有略略的了解的话 是不是到 飞翔飞飞翔天 几乎都可以去了解了 那 唯有 初禅天有什么 有什么特色呢 有什么差别 我们说什么 初禅天有在阵型当中有 初禅天的普通阵型 跟 初禅天的 特殊阵型 这是 只有 只有 初禅天会有这样子的 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乃至是 无色界的 阵型都不可能有这个的 那为什么呢 这个原因是什么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以前上次说这个原因是什么 因为 初禅天的 阵型当中为什么会有一个叫普通的阵型跟一个 苏胜或特殊的阵型呢 是 只有 初禅天的时候 他对什么 他对 某一些的 资分是 离贪了 只是 没有对他自己的所有的资分 的贪着还没有去除掉的时候 只有初禅天会有这样子的 只有 初禅天的时候 来讲的话 所以说等于说什么呢 在 初禅天的时候 他对于说什么 对于 许 或者我们这边是 我记得是 许 跟师嘛对 对于 许 跟师 完全都还没有离开贪着的 的时候呢 那叫什么 我们叫初禅天的普通阵型 而 他如果 他如果 已经 离开了 巡 但是他对师 还有 贪着 还有眷恋 这个时候来讲的话 我们是什么呢 我们叫这个 叫 苏圣的 正习 当他对于 巡 跟师的贪 都离开了 的话呢 是不是就到二禅天了嘛 对不对 我们说 等于是 他对于初禅天的这个 眷恋 初禅天的 烦恼 就已经离开了 所以呢 当他对于 巡 跟师 二子的贪 都离开了呢 他就已经到二禅天了 但他对巡跟师 我们后面慢慢看到 是什么 一般巡跟师的本身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是反而巡跟师是我们应该需要用的工具 可是什么呢 可是 关带了 二禅天 关带三禅天 关带四禅天的话呢 他就是 修行的障碍 就是修持二禅天三禅天四禅天的障碍了 他自己本身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就像什么 我应该这样举的例子 你看我们说 下世道 中世道有没有任何问题呢 我们说 没有任何的问题嘛 可是从 中世道的角度来看下世道的话呢 下世道是不是就是有 瑕疵 有问题了 我们要修的是什么 我们要是 共下世道 可是从下世道 从中世道的观点来讲的话呢 这就是有问题了嘛 一样嘛 中世道本身 有没有问题呢 他没有问题 可是什么 从 上世道的角度回去看的时候呢 中世道是不是 中世道是升起 上世道的障碍啊 为什么 因为中世道是 只为 自我去希求 卸托的这种心事来讲的话呢 这是障碍着我们升起 上世道了 一样喔 那个 巡 跟 诗 本身在出产的时候呢 他是 不可或缺的 一定要需要的工具 可是 从 二禅天的角度回去看来讲的话呢 如果没有离开 巡 没有离开 诗的话呢 他生不起二三天的 他生不起二三天的 所以他在离开 或者把这一个一一的工具 一一一的去除掉的时候呢 对他的这个眷恋 或者这个贪着的时候呢 一开始 对 巡 跟 诗 都还没有对峙的时候呢 是什么 我们就叫 苏禅天的 普通阵形 而 对峙了 对于巡的这一块 而对还没有对峙 诗的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 这个就讲 我们叫什么 叫 苏禅天的 特殊阵形 特殊的整形 所以 在于 初禅天的时候 我们也顺便复习一下的话呢 初禅天他是不是有 有 三个之分也好 五个之分也好 都可以说 三个之分是不是就是 所有一切都共同的 对峙的之分 利益的之分 或者利益功德的之分 跟 安住的之分 那 巡跟 诗 等于是什么呢 就是对峙的之分 在观察 我在出禅天 我的禁有没有跑掉啊 我有没有安住于正行啊 我正行的这些 对不对 都是什么的 由巡跟师在做的 那 由这些巡跟师 而获得了什么呢 他是不是说 喜跟乐了嘛 喜跟乐就是所谓的功德了 以及 可以安住在这边来讲的话呢 什么呢 就是所谓的禅定了 五个之分嘛 他所谓的 许音 思 喜 乐 定 五个之分 这五个来去做了 那 在于 二禅天的时候呢 二禅天的时候 它是什么 我们 前面讲的 他 因为已经离开了 许音 跟师 他后面有没有什么 我们在讲说有个内静嘛 内在的清静 内在清静 所以 内在清静的变成是什么 他的 对峙的之分 那 什么叫做对峙之分 他在对峙什么 或做什么 我们后面 都准备会解释 而 一样 他在 功德的时候这边没有区分 他是什么 是 喜跟 乐二者 以安住的之分来讲也没变 就是定 所以他是四个 这四个 所以 可是他还是有差别嘛 前面不是有 刚刚讲是有巡跟师 这边是为内静了 那 三禅天 又完全不一样了 那 三禅天呢 他的对峙之分是什么 是 正知 正念 行舍 对吧 我们 所谓的行舍是什么 是我们在于 舍 受 想 行 舍 无者当中是不是 行舍嘛 是不是 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了 舍 可以分好几种的 有我们主要是有分 行舍 舍受 舍无量 是不是我们来讲这个 来讲的话有 行舍 舍受 受无量 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这边来讲的 对峙的这边来讲 不是在讲说舍受 也不是在讲说什么 也不是在讲 受无量 或者说舍无量对不起 应该也不在讲舍无量 现在讲什么是什么 行里面的舍呢 是这个行的来讲 所以我们这个来讲说 正知 正念 行舍 三者为什么 这为 三残天的对峙的之分 他的功德的之分是什么的话呢 这边就是 因为我们 在于喜跟乐我常常会搞混 大家可能就是要 提醒我也好 或者我们来讲的话呢 我们 我常常会 会有一些的 不是故意 可是我说我们常常来讲的时候 因为什么 后面来讲的话呢 那 在于三残天的话 他这两者当中 会离开一个 留一个 什么来讲的话呢 我们 我们 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 三残天不是有说 有所谓的 正知 正念 舍 以及什么 乐嘛 它是什么 离开喜的乐 离喜之乐乐 前面的 初残天 二残天 它是喜乐并行的 喜乐并行 所以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我们在上 放假之前 我们是不是说 匹婆沙中跟 我们上部派这边对喜跟乐的定義就完全不一样了 以 匹婆沙中他认为说什么 喜跟乐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心事了吗 以 上部派来讲的话呢 他的认知是什么是 喜跟乐是两个不同的心事 可是什么是 由一个心事来去 来做 他做不同的 功用 做不同的角色 半步的 他不是完全两个 不一样的东西 不是像 我用经书的用词来讲 他不是在讲那个是 体性是 意的 两个心事 他在讲说什么是 体性为 一的这个心事来分出 两个喜跟乐了 可是 他重置是体性是一的时候呢 不代表说他 永远都是在一起的 我们在三禅天的话 他是 没有离喜的乐 离开喜的乐 在于 初禅天 跟二禅天是什么是 喜乐是一个心事 并在一起来讲 和这个 喜 乐 等等的话呢 我们都是什么呢 都是我们所谓的受 一般来讲的话 喜乐 舍 是我们所谓的受 我们后面 慢慢会开始跟大家介绍的 受来讲的话呢 受我们一般分什么 我们分五种 有五种受 简单来说是什么是 乐 苦 舍 可是 广分的话呢 乐这边会有分两种 苦这边也分两种 舍受 那 乐受是什么是 我们有所谓的 意识上的乐 跟跟识上的乐 意识的乐 跟跟识的乐 以及 同样 我们在 苦上面有什么 意识上的苦 跟 身上的 跟识上的苦 跟识而生的苦 是不是 乐大家可能不一定知道 或者我说乐 你看 我们 是不是知道 有些乐出是内心创造的 可是有些乐的时候是 跟识而生起的 什么比如说我 碰到柔软的东西啊 我碰到好摸的东西啊 或者我说 以前 我记得像 像我现在看到小朋友 我常常记得说什么 自己小时候很爱 抱那个一个棉被嘛 是不是 那都是什么 那等于都是 跟识而生的乐嘛 是不是 我还记得有一次 那时候 我小时候 去外面的时候 一定要背 抱这个 大家都觉得那个东西好臭 怎么有一个味 可是就是自己 自己没有那个味道 没有那个触觉 就觉得睡不着觉 就一定要 来讲那个都是汗臭味啊 都已经有那个酸掉的味 可是自己就觉得说 不能让人家洗啊 一洗就没有那个感觉 什么来讲 那是不是都是所谓 我们说 跟识而生起来的 内心的一种满足吗 一样嘛 苦受 是不是也有 意识上的苦受 跟识上的苦受 那意识上的苦受是什么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了 不一定 外在的享受很美满 可是内心就是不快乐嘛 那 跟识上的苦受有没有 当然啦 你捏我啊 或者有时候被割伤啊 或者有什么等等的话呢 那是我们跟识而生起来的苦受嘛 所以这个有 有这两种的 那所谓的舍受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 不乐不苦的 不乐不苦的受为 叫舍受了 不乐不苦的 我来讲 当然 我们叫三残天 为什么他叫说 无喜的或者离喜的 这个乐来讲的话 我们后面再介绍之分 我们会 详细详细的跟大家介绍了 那 一样 是不是刚刚讲的 对质的之分是什么 就是正知 正念 行舍 所以 这边来讲的话 要什么大家注意是说什么 我们 这个两个 虽然两个是舍 两个都取名为舍 一个是 行舍 以而一个是舍受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作用就不一样了 心所就不一样 一样取名为舍 可是一个是行的 一个是受的 我们是不是 舍 受 想 行 是吗 一个里面是属于受的当中的 这个舍受 一个是属于是行里面的这个舍 来讲这两个是完全 不一样的 那在三财天的五个之分当中 我们刚刚讲了 以 正知 正念 行舍 这三个是什么呢 是属于是对质的之分 而 什么 离喜之乐 是属于是什么 是属于是 利益 公德的之分 那当然 定什么就不变了 就是安住的这个之分 以五个 所以 是不是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是 很好记是 五四五四 初禅天有五个之分 二禅天有四个之分 三禅天有五个之分 那 四禅天的之分是什么呢 我们说四禅天是什么呢 有 清静的念 清静的行舍 清静的 应该说正念 还有什么 清静的行舍 这二者 这二人是什么 这二者是为对质的之分 而 在与四禅天的时候 我们刚刚在开课的时候 也跟大家略略讲 是不是 初禅天来讲的话呢 都是 初禅天 二禅天 三禅天 这时候的禅定的 应该说 功德 利益都什么呢 都不是乐 就是喜 到四禅天才是什么呢 他这边没有喜没乐了 更不用说是 苦啊 那更不用说这个来讲的 那 这个时候 他所留下的是什么呢 在四禅天以上 只有 舍受了 那 当然 大家要知道说 我常常 也以前跟大家解释 也常常被人家问说什么 那我们讲 舍受 舍无量 这样讲这个人是不是 没有感情了 或者我们用 加上现代人的用词 是不是 他常常用说 没有feeling的 好像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那种 不能 感同身受了 你知道他没有 那完全不是这个意思了 他的受 是可以感受这种的 喜怒哀乐 他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时候 他自己的心思 不是会有 乐 也不会有 有 所以他是很 他不是有乐 不是有苦 他是很平稳的来讲 重此你看他生起悲心 这个菩萨生起悲心 如果他是依循着这个 舍受 来讲的时候呢 他可以感受到 众生的苦 也知道众生的可怜 可是他生起的那个感受什么 不是苦受 也不是乐受 而是舍 为什么呢 因为不管是乐受也好 或不管是苦受也好呢 他对我们自己的内心都会有一些波折 他没有办法很专注的与宜静 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感受 那当然 同样的经验大家知道了 我们如果很苦的时候 你要内心安稳 不太容易 特别是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是不是 那更不用说什么 内心不舒服也是啊 内心我觉得今天 人家欺负我了 或人家骗我了 或我被人家骂了 你看是不是 如果内心有起伏 要他安住不容易了 那 可是什么 乐受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你看我们说 这个人玩得过火了 太过的热的时候 是不是你看 大家要 内心要平静回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花很多时间 特别是什么 是像我们今天一样 大家放假习惯了 是不是 第一天回来 是不是 还要有一点时间来 调整内心 虽然 我们不是那种大起大福的 可是你看 纵使在上课 我们要调整那种 专心的 再重新 温的时候 是不是还是 不要说大家 连我都会觉得说 我们需要调整心态 在跟大家上课的时候 又进入状况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种 这种的来讲 你看 这个来讲就知道说 他有他的过失 过多于乐 过多于苦 来讲的话 他会使内心不平静 所以在以 四禪天以上的 这种的禪定的时候 他周遭的这个寿 都是什么呢 都是什么 都是所谓的舍受了 所以这个舍受跟什么 我要再次说什么 他不是不能感同身受 他不是没有感觉到 人家的苦乐 或者 常常有人讲说 不是人间烟火 他不是这样的 这不是舍受 不是这个意思 我看过有一些什么 像我这次看到很多人 然后说 修行人什么 什么都不要管 好可以 你可以什么时候不要管 什么都不用做 可是你不是说 除非像什么 像密的日巴尊者这样子 你就是一心一意 那你又要 来弘法 可是你又跟人家的一般的生活 完全不要 这是舍受 这个我不喜不怒 什么来讲 这就不是这个意思了 是什么 所谓的舍受 跟 我了不了解 人家的感同身受 或者人家的苦境 了不了人家的 喜欢的是什么的话 这是完全两回的事情 我还以前 还碰过说什么 那因为 出家人他不可以喝咖啡 我说哪有这个戒律 那样子 我说那个会让大家 太兴奋 我说 请你跟我说 在戒律 比丘界的253条戒里面说 不可以喝咖啡的 这是哪一条戒说 不准喝咖啡的 那样子 那如果这样子 我说 你也不能喝茶了 也不能喝 什么什么来讲的话呢 那 当然 我说如果 喝这个说什么 自己会心悸 或者会不说 那当然 那是自己的因素 可是你不能用戒律来说 不能来 来讲这个字 他说什么 因为我喝这个 我就会很开心的 那如果这样子 我说你应该 不要看好风景 你不要去睡得温暖 你不要说什么 因为那都会让你 心心开心的那样子 这不是所谓的舍受的意思了 它是一种 曲解于修行 或者错误的理解 我说 我以前在台湾这次也是 我说 我那时候 应该说 之前也有帮助什么 因为到印度来讲的话 那时候觉得说 那可以吃苦 可是那时候 就觉得说什么 修行 应该是什么 是对任何的情况 是 不喜 不苦 就是好像那种 舍着这道修行来讲的话呢 想一想回去说 开始了解禅定的时候 我说 这有够愚痴的 有够笨的 那样子 所谓的修行 所谓的 不被这种禅定的乐 跟苦 不是说 我不让我内心 去了解这些东西 我不用这个 而是说什么 我不被这些 受而感而去区别而已 而不是说什么 是 我说 好像对好的东西 我也不要 对坏的东西 我也 我也无所谓 这不是这个东西 这不是这个 这个来做 如果这样子的话 我们说 是不是说什么 愿意最终身 俱乐极乐音 就不应该这样子来讲了吗 应该说 全部都是要由 那你说 他可以具有安乐的时候呢 那就不对了吗 所以 这个来讲的话 这边所谓的舍受 我们讲了 他不是说 他没有感情 不是没有感同身受 而是说什么呢 他不被苦 乐所逼迫 为什么 那样子会使内心大量的起伏吗 所以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在 前面讲说 依着什么 依着四禅定的 阵行而去修 夹行道是为 最上嘛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说 以 刚开始 升起 夹行道的 这个人的话呢 他是不是说 他是依着四禅天吗 这是最殊胜 最好用 为什么 他又有正知 正念 这个清静的全部都有 又不被受 去 扰乱 又没到什么 又没到无色界 那无色界什么呢 是什么都不想圆了 也不是到这样子 可是什么呢 他是 最适宜的 最合适的 什么 又有 有残天的好处 又没有被那个乐触打扰 又可以清晰看到 又没有什么 又没有欲界的这些的问题 但什么 在这欲界的人 我们不是说 出生起而为 为什么 我们在20生当中 他是不是 大家还记得说 初次获得20生的 那个 阿罗汉的 或者说获得 不要说阿罗汉 初次获得了 圣者果位是什么 在欲界嘛 因为欲界的时候 他要什么 他必须要依靠着 强烈的处理心嘛 他什么 因为我们 欲界才有 知道 所有的苦都看得到嘛 在上界已经 没有苦受了 所以什么 当然没有 苦苦了 他最多最多就什么 就只有 坏苦 辛苦二者 他没有办法生起那种 强烈的那种的 的 出离心 而生起 所以 第一个 生起什么 是不是都在遇见嘛 为什么 一方面 他可以生起 强烈的出离心 但是 在这一个 各式各样的苦 都具备的时候 他可以什么 他可以生起了 四参天的阵型 在于 不被 喜 乐 苦 苦根 等等 而被影响的 这个四参天 他都可以生起的时候 是不是他最合适 最适宜的这种 来生起的时候 都有办法来生起的 好 那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 因为 知道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是 我们在于 四参天的 之分上面的 18个分类 就是 5 4 5 4 就是刚刚 最后的四参天来讲 是我们刚刚讲说 清净的念 清净的舍 受 应该说 清净的行舍 以及 什么 舍受 应该说这样子 离开喜乐的舍受 以及 安住的禅定 是不是这四个 所以 5 4 5 4 18个之分 以一来讲 那在于 无色戒的时候 我们刚刚讲了 他有可以说什么 他是 是 有透游之分 而超越了 下地 可是他不是什么 他不在 知分 以及所缘二者 以知分 而去超越 为什么 因为在于 四参天的里面的话呢 他一层 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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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全没有差别了 他每一层就只有什么 对质 功德 安住 这三个之分 这三个之分 就是这样的 可是他 对于差别是什么 对于所缘的差别 因为 应该是说什么 在于无色戒的时候 他的定 过多的高了 他已经 已经 陶醉于 定的当中的时候呢 他是什么 我最好不要 想任何的事情 他是什么呢 他一个 是不是我们讲说 在于我们说 应该是说 空无边 事无边 无所作义 以及 飞想飞飞想 是不是来讲的话 第一个是什么 他原的就是什么 大家有没有想到 有点像什么 在睡梦中一样 他看的是 我们在睡梦中 观想的是 蓝蓝的天空 这样子的来讲 是不是有很多人 在做做冥想 或者现在的那个 心理学 是不是这样 他就是什么 他就是在这个境况 他就是 什么都不想 在蓝色 这样子 好像 在蓝色的天空 这样子而去做一个 这种观想的话 那叫什么叫 空无边 他完全在这个来讲 就是以这 之后看到说什么 这还是比较初分的 他怎么样 说什么 安主里说什么 在于 事无边 全部就在于 心事 安主 那在这个时候 不管是说 他最后叫什么 在于 有形也好 无形也想 圆的话 都 不足够 觉得说 我什么都不要圆 最快乐 这个定力是什么 什么都不要圆 最好 就是什么叫 无所思 可是 无所思 他还是有一个 初分的想 他虽然是说 我无所思 他说 我是圆着无所思 我圆着 没有东西了 我圆着 不想圆 那样子 那到非想 非非想的意思 就是 他已经没有这样 初分的座椅 他在这种 初分的座椅 所以好像说 我要圆着完全是虚空 我要圆着完全是 心意识 我要圆着完全是 什么都没有 这样子来讲 他变成什么 这些都没在圆了 这都是初分的想了 他已经没有这个初分的想 非想 可是什么 非非想 不是没有想 还有一个最细微的心事 还存在的时候 所以我们讲的 非想非非想天 所以是什么呢 他是在于 所缘上面 而超越 后者 或者 所缘 应该说不要说后者 所缘方面 而超越前者 所缘的上面 而超越前者 来讲为 无色界来做 好 那 这应该是到 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做了一个 比较大的 复习 我们应该到 目前为止 那当然我们中间 还有很多很多 我们在介绍 比如说我们上次 讲说什么 在阵型当中 有所谓的 进退分 顺退分 顺住分 顺进分 顺抉择分 等等的话 大家应该都记住了吗 我说 这个 所谓的 来讲 也很重要 要复习大家 跟什么是 我们是不是 只有 只有在什么呢 我们说 刚刚讲的 在于 进分上面 只有出产内的进分 会有 有漏跟 无漏的进分 在于 二禅天以上的进分 是 什么 全部都是有漏了 没有无漏了 是不是 这个 大家以后可以记得 说什么 就是 福尊大师 这边用的 词句 已经获得 容易的阵型 有何必要依循困难的进分 对不对 它是 这个 我们前面来 我一直在讲说 这是我们以前 背的耳熟能详的 这个词句 说什么 已经获得容易的阵型 何必要去依靠 困难的进分 为什么 进分会有 无漏跟 有漏的原因 是什么 是 因为它还没有获得阵型 只有可以获 一循着 是依靠着 进分来讲 所以才会 在一的进分 可以分出 有漏跟 无漏了 如果在于 阵型上面的话 阵型都可以有分 有漏跟无漏了 是我们上次来讲的 那 进分是对峙下界的 初分的烦恼 有漏的阵型是什么呢 是 安住在于这个 现况嘛 它没有能力 应该说 它也不用去对峙 它也不用对峙下界的 初分的烦恼 也没有能力 对峙 置地或上帝的烦恼嘛 对不对 它也没有能力 为什么 置地的烦恼 要对峙什么 是依靠着上界的进分 那 上界的阵型没有获得 是不是 上界的烦恼 根本也还没有办法去 对峙嘛 用有漏的方法 那 以 我们说 无漏的阵型是什么呢 无漏的阵型 可以对峙三界的烦恼嘛 这无漏的阵型 那应该说什么 我们说无漏的进分 以及无漏的阵型 都可以说什么 这都可以对峙三界的烦恼 它 不管是依靠着 什么样的 我们是用 出禅天的进分也好 是无漏的也好 或者是说什么 出禅天的 无漏的阵型 还是二禅天 三禅天 四禅天 只有我们这个欲界的心事 是不可能 没有办法断除 任何欲界的烦恼 连欲界的烦恼 我都没有办法用 欲界的心事去对峙了 我用欲界的心事 没有办法对峙 为什么我们这么样的注重 或者四禅八定的 这么样的重要性是什么的时候呢 就是什么 如果要对峙烦恼 要从根去除的话呢 唯有是什么 唯有不是依靠阵型 就是要依靠进分 就是只有阵型跟进分 这两个依靠才可以有 我们欲界的心事 去对峙烦恼的话呢 最多最多什么 就是把它暂时压制而已 暂时把它掩盖住 暂时把它偷游一个 别的心事的压力 把它暂时压制 它没有办法去除掉 没有办法去除掉 可以去除掉 必须是依循着 进分 或者是阵型 也是这样子的缘故 我们说什么 我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讲 讲说 进分跟阵型 跟四禅八定 它不是一个究竟的果 我们是修行 是为了要 当然要得到这个 这个部分之后呢 获得这个是 依这个工具来做更多的事情 而不是说 我修行到这个部分就停到了 如果我说又修行 停在这个地方 往往是什么呢 这叫 有漏的进分 跟有漏的阵型 我把它这个看成为我的最终究目标 好像这是我追求的时候呢 很多人上次我们是不是在课堂上 大家有问说 如果有人知道有无漏跟 有漏的时候 为什么有人会选有漏 不会每一个人都选无漏 我说对啊 我说我们知道的话都想选无漏的 可是什么 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是 朝着这个嘛 他朝着什么是 把 四成八定 把这个东西看成为 这个就是他的果 这就是他想要追求的 这就是他所需求的 来说 有没有 很多人有这样子 你看很多人所需求是什么 我心里可以有生起一种乐寿 或者我们现在 是不是很多人 事先去做瑜伽也好 不要说瑜伽也好 很多人那种冥想的目的 你看大部分想要去修禅的人 我所碰到我所了解 你说真的想要去为了获得卸托 或为了这个事 是非常非常的少 大部分想要去修禅定的时候 最多最多是什么 我碰过是 比较好一点是什么 我依着这个冥想 我可以说什么 或者我依着念佛 我要去生在极乐世界 可是大部分那一种说 生在极乐世界的心 它是什么 它只是把 有肉的东西取名叫极乐世界 它极乐世界的想法是什么 是 有一个地方比我这边更快乐 有一个地方比我这边更好了 已经没有身心灵上面的苦 我可以离开了 所以我要去生在这边 我可以碰到阿弥陀佛 我可以说什么呢 那实际上那个都是什么 那叫最好最好的情况那是什么 它在修持是 有肉的禁分跟有肉的假行 正行 不要说假行 有肉的禁分有肉的正行 它是为了这个而去追求 所以 最冲说什么 从它的意乐它的动机是什么 它把 一个说什么 好像只是为把禁分跟正行 追求为它的这个 终究的目标或果报的话呢 这什么呢 它走向的路线 它修行的路线就变成什么 是走向有肉了 如果它把它说什么 我把这个禁分 不是我的终究的果报 我是什么 我是修持 我一定要修持到禁分 一定要修持到正行 可是什么 我是为了要可以什么 依着这个禁分 依着这个正行 而再去修四地 依着这个而再去修空性 依着这个而再去修持的时候 而这什么 为了要对之烦恼 走向卸脱的话 这叫什么 它就走向无肉的吗 所以我们是不是 有没有看到大家 应该最近常常看到 尊者在开始 他是不是也常常这样讲吗 他常常说 对空性的理解来讲 应该是可以说已经生起来了 每天早上起来 依着入中论 依着中央根本会论 等等而去思维 以及菩提心的经验是有了 生起来了 那知道是什么呢 是不是尊者说 他只欠缺要花一点时间 要生起禁分 以禁分生起 正行生起 再把什么呢 把已有的这个对空性的建议 把它结合在一起 现在我现在 如果假使我是了解空性 我现在先是什么 我先是先用预计的心事 我先是用笔量 或者用笔度 去了解空性的时候 我要把什么 我要把我之前 用笔度所了解空性的东西 跟我之后 所正得的这个禁分也好 正行也好 结合在一起 结合这个目标是在什么呢 我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四地 我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个空性呢 是为了要获得卸托 为了要成就佛陀的果位的时候 那个时候又什么呢 那个时候我们就叫做什么 由菩提心所设持的 对空性的止观双运 生起来的时候 那叫什么 那就是从什么 从自良道进入到了 加行道的嘛 就是这个嘛 这是我们一直在前面介绍加行 不是就这样说什么 由菩提心所设持住的 对空性 而生起 子观双运的 低刹那呢 就是什么呢 就是等于说我们从 大圣的自良道 进入到了大圣的加行道了 而在大圣的加行道 他对空性的这个理解越来越深厚 因为有止观双运的 有这个理解 越来越深厚 越来越深厚 越来越清晰 从人家说的经验 从思维的 变成从什么 是我实质的 我自己那种了如指掌的 那种他说了如指掌是什么 是我们在藏文的 他以后大家经书也可能看到到 我们在试量论会解释 或者这一次在修行七里 他说什么 他如同像什么 手中的那个 牙毛锣果吗 他有一个字 牙毛锣果是什么 他是一个 在藏文的话 或在以前范围 他是一个晶莹剔透的一个果实 你放在手 他简直是像放大镜一样 你放在这样 那等于说什么 我把一个放大镜 放在我的手心的时候 我在看到手文的时候 是不是你不用再跟我 用隐约的或者用批语的 我直接清楚看到的时候 那时候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看到空性的时候 我们就什么 那就进入到了 大圣的剑道了 那进入大圣的剑道 就已经获得灭地了 已经 没有应该说先获得是现正空性 他只差一步就要获得 灭地了 他在不断的修持 不断的累积之良 不断的修持 不断的累积之良 就到什么呢 就到大圣的修道了 不断 不断 到什么呢 依这样的修持 而到最后就是 成就佛头的果位 就是这样 这个我们讲说 五到十地的时候 也是跟这个所谓的赤蚕八丁 是有那种密不可分离来讲 可是很重要很重要 还最后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来 跟大家来讲 看我们下个礼拜就开始 准备来讲 心的是什么 如果有修行 不代表他有禅定 所谓修行跟禅定是 两回事情 不是好像这个人有修行 这一定要升起禅定的 他没有禅定禁分 没有禅定禁定 他也可以升起菩提心 也可以正空性 也可以升起出离心 这些都可以的 不是说好像有修行 他就一定要有禅定的某一个功夫 反而什么 有些很多地方是什么 是 因为有禅定的时候 被什么 被禅定的这种的 心理上的 如果没有 调整好 没有做好的 他会走路到太过于禅定了 你说 为什么会有小圣人 进入这个 就是因为走向禅定 想要觉得说 我要为自己而去考虑而做这个 所以 我们所谓的 要走路 要到成佛 要到 禅定是必须要的工具 可是 不代表说 在修行的道路的时候 在此时此刻 他就一定要 有禅定了 好像 没有禅定 什么都一文不值的那样子 或者一点修行都没有了 这不是 完全 完全不是这样子 这个人可能 像我刚刚讲的 他可能生起了菩提心 生起了出离心 生起了空正剑 等等生起 还没有禅定的人 多的是多的是了 可是什么 可是 如果要对峙到烦恼 烦恼要从根而去除的话 必须要什么呢 那必须要从 四禅八定 这边禁分跟正弦而去走进的 好 那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 大概是 在做一个 比较广的复习 和我们已经到哪里了 我们已经到了 167页的这个地方的时候 开始说什么 说那租净率的支分为何 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从倒数的第二大段的 再说出净率的 应该说租净率的支分为何 我们已经到这边了 我们是不是今天已经在分出了说 五四五四 和这个支分等等分完之后呢 我们开始就是 开始要准备要跟大家介绍 每一个支分的作用 每一个支分在做什么 那样子 好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边 那也是跟大家 跟像昨天讲的一样 我们说 因为在停了蛮长的课程之后 那我们在于修心的教授 第一个就是说什么是 重要的 应该说 我们说在初跟后 有两个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什么是 要调整内心跟回向的时候 那我们今天 在这边 再重新开始一次上的 相关专业论的时候 是什么 如果之前没有好好调整 调整自己的动机 或者发心意乐的话 我们透过这个机会 说什么是 那我学的在这边 不管是听闻 或者讲说 我不是只是为了知识 不是为了 乃至什么名文力啊 或者说什么等等来讲 我为了这个什么是 我可以在内心当中 依着这个限关的次第 在内心当中 升起这些功德 那因为为了要升起这个功德的时候 我必须要来听闻 那我在这边来好好发个 一开始这第一堂课的发现说 那我之后要好好地去学习 我之后要来理解 和透过来理解 我在内心当中 才有办法升起的缘故 那我们第一天来做 不管是听闻也好 讲说也好 我们再调整自己的义乐 和之后 因为今天而听闻 讲说思维 所有的功德 和希望说可以回向给一切友情 一样的 可以依靠着这个限关的次第 可以获得成就圆满的佛陀的果位 好 愿消三藏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普愿罪障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萨道